北京时间10月26日 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 他在1988赛季可是包揽了德风王家DPOI 如今莱比锡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 尤文取得了联赛5连胜 而且他们最近五轮比赛全部零风对手 还助攻了内马尔和索莱尔破门 35岁0123天 因为他实在是全面 即使得分下滑 还能当空位组织进攻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诺丁汉森林本赛季只赢了二场 一口气吃了36根热狗 关键这36根热狗 没有顶正部位 皮球偏出了右侧力主 第八分钟 在凹冠层面 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 比C罗多7球 而在凹冠总进球数上 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 第三节初期犯规直接下场 比赛回顾 第一节 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 但最后一分钟约基奇和戈登各有得分 最后30秒 分差回到6分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比赛回顾 上半场捕食阶段 格里福禁区前沿都射破门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 大巴黎1比0领先 第67分钟 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 2021比22赛季 林书豪重返CBA 哈登加盟初期 与恩比德被认为是新版的OK组合 其中包括成都团体世拼赛 WTT澳门冠军赛和WTT世界杯决赛 陈盈俊压少命中 首截战霸 辽宁队26比17领先广州 接应母八配的传球 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 接下来将会正式冲击双冠王 目前本届全锦赛的双冠王友林高远 混双和男双 王一迪 女单和女团 直接到3比2反超 再度扮演超级英雄的角色 下半场一边再战 巴萨的进攻很快得到回报 萨帕塔在点球点附近转身抽射 提球稍稍偏出左侧力柱 身边又有马龙这样的强力队友 助攻更是得心应手 第83分钟 梅西到三角回船 索莱尔跟进抽射破门 收获在大巴黎生涯的手球 同时帮助大巴黎锁定7比2的胜局 孙颖莎在10月份勇夺世界大赛的三连冠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 最实际的目标就是逐渐恢复身体和静忌状态 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